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超級小隊啦 那今天我們目前來說扭蛋的這個部分 差24的話就會出一隻S級精英了 然後現在來說我們已經有4050了 所以...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真的那麼衰啦 要到一個這個... 保底 但是我是希望這一抽直接抽到我們S級精英啦 還是真的是到最後才會見真章 我不知道 然後我們普通轉戰機這邊的話 我們的這個精卷啦 再一抽也可以再出一隻精英了 所以我們就先來抽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一次必出精英精卷 走起 看一下會是誰 喔 是我們這個... 獵狼者喔 那他是我們這個射手的職位啊 那射手職位會跟我們那個誰啊 會跟我們就是那個... 洛克人相寵喔 所以應該就是... 應該還是會選擇洛克人嘛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能力 爆裂彈發射一發這個爆彈 擊中後分裂出三次穿透一次的碎片 所以他是打出去可以炸開這樣感覺喔 然後這個抽到的話也還算是蠻不錯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洛克人這邊的話 要吃應該是可以就是把它吃下去 然後洛克人這邊的話是 發射一發飛彈經過科學導引 擊中後向周圍發射...在彈射...喔 那這個好像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那個彈射那些飛彈這樣子 那... 所以我覺得他更厲害的應該還是他的這個... 覺醒的這個... 階段啦喔 這個要... 要升到傳說可能還是... 要比較難一點點 他要兩隻啦各位 他要兩隻才可以再升上去 然後升到傳說的話就是... 應該是要那個吧 就是一直吃同樣的角色概念喔 好沒關係就先留著 所以抽到一些重部的角色也沒有關係 用不到也沒有關係 好我們要來見真章了各位 來了 10抽 究竟這一次是出精英角色 還是S級的精英 拜託你了好不好 難道這裡要抽到最後保底嗎 沒那麼衰吧 走起 真的 沒有 蛤 天啊 真的是要抽到最後保底 我的天 OMG 但是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那個勒 我們可以突破這個了 好不好 這還算是可以 這兩隻突破 變這個... 兩星精英射手 好不好 應該是OK的 好 突破突顯 可是... 這個是不是... 到最後如果要升傳說的話 他要吃自己啊 我其實蠻想知道究竟是不是要這樣子的耶 他有沒有那個升級圖啊 完蛋 因為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需要吃同類你知道嗎 就是同樣的一隻角色吃同樣的一隻角色 然後再吃上去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應該就要把這個... 把這個精英射手先留著耶 對不對 忘記了各位 如果你們有升到這個傳說角色的話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究竟要如何去升他好不好 這個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好 這邊這個... 精英王子 我們這邊可以吃他自己嘛 對阿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應該是要那個先留著吧 因為 我不知道他這邊的那個升級的這個部分 他好像也沒有讓你看到他的那個突破這個... 傳說的這個部分的這個東西 如果大家理解的話可以跟人分享一下 對阿 那個... 究竟要... 如何去升級 對 英雄達到這個傳說可以開啟這個覺醒喔 那感覺 要吃自己還是蠻重要的 然後這邊可以那個... 這什麽... 可以... 喔 他可以把那個耶 他可以把他自己吃掉的這些東西都返還啦 這個還算不錯 就是 你上陣之後的話 他就可以把這一系列的東西返還的 但還不錯 好 沒關係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那個... 後面狀態等大家留言啦喔 然後原本... 哇 原本今天想說可以拿到... S級英雄的 還是不給我拿阿 各位 真的是... 保底命 我的天 沒關係 要再拿一個... 2700啦 好不好 慢慢拿 慢慢拿 我的天吶 怎麽會... 那麽的困難 我的天 還要拿 還要拿 太誇張了 OMG 太扯了 太扯了 我的天 啊 馬上還死了 超扯超扯 那大家目前來說 你們第一次S級的這個英雄是誰呢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然後 有觀眾一直問哲平說 為什麼你不會想要課這款遊戲 因為 我覺得這款遊戲目前來說 我覺得慢慢玩就可以了 他沒有到就是一定要就是 課的這個地步啊 就是 如果真的要課的話就是 除非遇到一些就是哲平這非常非常喜歡的那個 角色 不然就是 他可能真的就是 必須就是 就是 課這個遊戲 然後可以就是變很強或幹嘛的 這個才需要課 其實 以哲平玩遊戲來說的話 其實我也不是說就是 每一款遊戲都是課到一個爛掉嘛 就是之前 其實我目前來說課到一個爛掉的 只有一款遊戲耶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麽 一拳超人的那個 熱血之路吧 對阿 就只有那一款 因為一開始就要先打一個基礎 然後先課 然後這樣才有一些 能力可以去打競技場 那之後如果那個一拳超人世界出來的話 我應該也是會 課爛的那一種吧 然後貓戰的話其實真的花很少耶 他自己沒有課很多 他只是因為 我們玩的比較久而已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自己在 花錢這方面的話 基本上我是 很能夠可以自己節制的阿 然後忍者必須死那個時候也是必須就是 要花那麽多錢才有一些戰力 但 這款的話感覺就是比較偏向於自己玩 然後 來就是努力通關的 感覺就不太需要一定要就是 一直花錢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那個 吞吞龍大冒險的話 因為我們已經有那個大佬的賬號可以搶錢看了 所以 就努力的就是把資源花在就是 能夠通關為主上面就可以了 所以就 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而且 因為 去年開始吧 前年啦 前年開始這邊開了一間店啦 就是那個 為了要讓那個店的那個資金穩固 就是 不要就是有什麽突發狀況 所以都 不太敢一直亂花錢啦 這個 可能就要 就是比較少一點點花 就除非真的有一隻角色 真的就是花下去超級無敵強 那 可能就會去買一下 但是 我更傾向於就是跟大家一起就是不要課金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一起打到哪一個位置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遊戲他 其實課金上去之後 你關卡推很快 那 那就沒有他那個挑戰的意義 你知道嗎 因為這只是 放了一隻很強的角色然後在那邊 然後 然後就是 一直看他打這樣 感覺就 沒有那種 爽感 除非那隻角色就是 比如說像我們這樣 我們待會下一次 2007的時候抽到一隻S級的這個英雄 我們好不容易拿到的這種感覺 哇靠 這是三小 哇可怕這個毒蝎子 等一下 完蛋 看看廣告 好 那這關的話稍微有點麻煩喔 這個毒蝎子 不知道是誰耶 應該是這個毒蝎子啦 這個毒蝎子是那個毒 他感覺有點像是那個 哇這個 哇靠 這是三小啦 太毒了吧 Oh my god 我的天 完蛋了 有點慘 他是死掉的時候會放毒還是他的攻擊就是有帶毒啊 哇靠 完了 這好像有點尷尬 而且我們這邊的這個 防守大兵已經陣亡了各位 喔呦 哇靠 完了 真的要玩了 真的要玩了 哇這關 這麽猛的命啊 哇 我的天 哇 這個 我們才 我們才剛突破一個挑戰 這個真的是有點難耶 那個怎麽這麽毒啊 毒了幾點啦 我的天 那個感覺好像 有辦法用手控來解決嘛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手控來解決的話有沒有辦法 如果不行的話 那確實 著實的很尷尬 我看一下 如果這邊用這個 一樣用量子間區 然後我們直接手動開扁好了 看一下 然後這邊兩個 有辦法就是那個嗎 就是先解決那個毒蝎 然後那個的嗎 有嗎 還是我們這邊也要就是 一直瘋狂用那個 大炮 我的天啊 有點偏尷尬 這感覺好像 也沒辦法每一發都用大炮 來 斯達達勇者幫一下 我們這樣就大炮開轟 好 有了坦克之後我就大炮開轟了 應該是ok的 然後 繼續 先把這個射手的這個能力 哇 我們這個大炮開轟炸不死耶 OMG 真的耶 炸不死耶 哇 我的天 完蛋了 有點 有點危慘喔 有點危慘 不是 不知道那個蝎子有這麼強耶 但是蝎子這麼強是怎麼一回事 這遊戲 感覺真的很奇怪啊 難度真的拉很高耶 我們先清一下 啊 我知道了 要先把那個太陽 那個加速花仙打死 要不然那個蝎子會 走太快過來你們知道嗎 走太快過來 我們就很難承受了 各位 先把這個花給打爛 這必須瞄準 先把這個花給打爛 我趕快轟不死啊 這個花有轟掉了 所以我們的木雕 我們的這個 最主要目前這個功課啊 就是你必須要把這個 把這個花先打爛 就是花不打爛 睡不著 因為他會讓那個蝎子加速 然後加速過來的話 我就瘋狂噴毒 啊你就準備GG了這樣子 哇 出不去啊 有有有 消掉了消掉了 喔我的天 很是恐怖捏 真的很是恐怖捏 烘爛 一發一發慢慢烘 有啦 我跟你講 這遊戲還是有需要這個 手控的這個環節啦 還是有啦 還是必要的時候還是必須要手控 就是不手控不行 而且 洛克人其實不錯的原因是因為 你看他這邊還會有這個 散射彈 可以瘋狂去 散射到後面打別人 這還行 只是加速加太快了 發神經喔 哎唷 真的是發神經耶 打不進去啊 你看我們的斯巴達 有夠可憐的 喔來了來了 完了完了 完了哇靠 完了獨爛了獨爛了 沒辦法各位 這應該是沒辦法了 這個復活也沒一則 哇這個 哇 哇毒蝎 完了 這可能看來只能慢慢等我們那個 2700的那隻 S級的這個GG啊 才可以看一下有沒有辦法了 太誇張了吧這個毒蝎 OMG 我的天 不過我們這邊 是不是用了一個 自殺式打法啊 完了 GG了 哈哈 很難耶 我的天啊 啊 啊